這樣可以嗎? 你會得到這個數列的中間項 譬如說舉一個例子嘛 對不對 你如果覺得這個東西有多深 你就舉個例子啊 譬如說13579嘛 對不對 其實這等差中項的概念 這個其實很簡單 同學我問你嘛 你舉個簡單的例子 你就很容易去接受這個概念啊 請問同學 首降加末項除以2 是不是得到中間項 對啊 對不對 然後第二項加上倒數 第二項除以2 也等到中間項 就是等 這就是中間項的概念對不對 你說老師 你這是13579耶 如果是那個什麼 2468 2468怎麼辦 我覺得其實也很簡單 2468是偶數對不對 那偶數一項 那你看 首項加末項除以2 你說老師可能就等於5耶 他等上沒有5這一項 沒有關係 他就是你也知道的 就是你懂他意思嘛 你國中不是學過嗎 就是那個中位數的概念嘛 來這個同學 你看一下他的重點真理 大概就是講這些東西 然後他裡面還有談到一個觀念 就是說等差中下 ABC三個數字如果成等差 同學你把它畫起來 A加C會等於2B 那個B稱為等差中下 我可以問你為什麼 為什麼A加C會等於2B 我真的很怕有人不知道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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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減他嘛 對 ABC成等差 所以同學後向型型像 我問你B-A一定會等多少 C-B 我們就結束了 對不對 等差 他不是成等差嗎 所以後向型型像 B-A就會等於C-B嘛 所以2倍的B是不是改為A加C 就這樣 這個就是等差中相的概念 這樣懂不懂 OK 這個等差很簡單喔 我們就只能這樣快速的帶過去 因為這國中就學過了嘛 這個其實沒什麼好講的 這大家都很早的這樣好不好 好 來 這樣等差沒有問題喔 等差沒有問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下面有一個 其實是一個蠻智障的考題 哪一個考題呢 你看到下面那個LTB 你看一下下面那個LTB 那個LTB是民國96年學測的一個很棒 而且很簡單的上分題 他那個題目 你要說他很智障也合理 來你仔細看喔 那個題目答對率有7乘5 他說有一個巨蛋球場 他的E區總共有25百座位 其實你看到他題目那樣講對不對 來你仔細看喔 他說他發現喔 在這一區裡面 每一排都比前一排多兩個座位 所以同學我現在問你 那個巨蛋球場 那個E區應該長怎樣 那個E區應該長這樣 就像一個T型一樣 你懂那個感覺嗎 你們有沒有在台灣穿過棒球 像我去那個桌機棒球場看棒球 喔那個比真的很棒 看現場那個感覺真的很讚 欸那個E區大概就長這樣 是像個T型對不對 然後他就跟你說喔 欸看一下這個題目 他說小明坐在正中間那一排 你把他畫出來 他坐在第13排 總共有25排他坐在第13排 他發現這一排有64個座位 那麼請問你 這個E區總共有幾個座位 唉唷笑死人了 他坐在正中間那一排 欸同學我問你 正中間那一排 欸吳有怎麼了 不然他打棒球我問他就知道 他這裡總共我問你 他總共有幾排 25排對不對 他坐在第幾排 他坐在第13排 正中間那一排 那一排有幾個人 有63個人 那請問你 這個E區總共會有幾個座位 同學不就這個嗎 像素乘以中間像啊 中間像就是64嘛 對不對 那總共有幾排 25排啊 所以答案就是64乘多少 25啊 對不對 你只要有這個觀念就好了嘛 像素乘以中間像 答案馬上就算出來 就說答案是多少 你們算一下 64乘以25是多少 我想當 64乘以25 以前 16 應該是16 你看這一題答對率挺高的 7乘以5 很簡單吧 OK 就這樣簡單帶過去就好了 好不好 OKOK 那我們等差大概就這樣子 其實等差沒什麼好講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談一下等比 等比同學跟你講喔 等比跟等差 這邊有類似的東西 來同學 等比數列的話就是 首相叫做A1公比 叫做A 對不對 我問同學一件事情喔 這個問什麼呢 如果這個等比數列 來請問你 第10項其實是首相A1 在乘上公比的幾次方 講話 公比的幾次方 9次方 對不對 這個你們知道吧 對不對 啊首相重不重要 首相你也可以說他不重要 因為A1乘R的9次方 如果我告訴你第8項 就是你也可以寫 第10項其實是第8項 像在乘上R的平方 對不對 我跟你講公比是重要的 但是首相重不重要 見人介質 我只能這樣跟你講 這樣好不好 好然後請你後面那句話 已經公比把它畫起來 他說 所謂的等比的概念喔 它是指數函數y等於A的s次方的離散形形 請你注意喔 y等於A的s次方的離散形形 y等於A的s次方的離散形形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 然後都久給你講 就跟剛才那個一樣嘛 來你看這邊 都久要問你 x如果等於1的時候 你會得到誰 欸? x等於1的時候 你會得到誰 你會得到A啊 x等於2的時候 請問你會得到誰 你會得到A平方啊 對不對 那x等於3的時候 是不是得到A三方 所以我現在問你喔 這個A喔 y等於A的x次方的這個A 它其實扮演的是一個雙重角色的一個概念喔 它有什麼想法 來問你這個A它代表什麼 它代表這個指數函數的什麼數 底數啊 對不對 然後它也是這個等比數列的什麼東西 公比啊 來等於底數等於公比喔 我們把它寫上去好不好 斜率就是公差 這個底數就是公比的概念喔 這知道吧 稍微知道一下 這樣可以嗎 okok 這個稍微講一下就要好 欸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吧 這個很簡單喔 然後我想它下面的重點整理喔 它的重點第二個 它說前N項合 同學這個我問你 前N項合的公式 欸 好算了 我覺得你們應該要會喔 來那個同學看我這邊 哈囉哈囉 來看我這裡 我看你要會推喔 我推一次給你看喔 首項叫做A1對不對 來 同學我問你 第二項叫做A1乘上什麼 R 第三項叫做A1乘上R的什麼 平方 加點點點 反正我就這一次給你看 第二項叫做A1乘上R的幾次方 我們高一有講過喔 你要得到這個公式 你就等到我左右兩邊 同乘什麼 同乘公比叫做誰 同乘公比叫做R 對不對 然後乘上R之後 要做什麼動作 來同學 這個A1乘上R 是不是叫做A1R 你這個A1R要寫在哪裡 我跟你講你要寫在這裡喔 寫在這裡 你知道為什麼要寫在這裡 跟它對勤嗎 因為等一下我要把他們兩個 然後這個A1乘上R會得到A1的R平方 A1R平方就寫在這邊 我就講一次 然後加點點點 加到這裡 這個叫做A1乘上R的幾次方 分-1次方 然後不要忘記後面還有一項 叫做A1乘上R的幾次方 分次方 同乘公比R 然後就是把它對勤 對勤之後要做什麼動作 要把它相減 這個你應該知道我在這樣摸吧 OK 我這一次給你看喔 就這麼一次喔 可以選 來那個 同學同學看這邊 同學我問你喔 相減的話 這裡會變成什麼 這裡我們可以把SN把它提出來 然後這裡變成B-R對不對 然後等於 來同學請看這邊 這裡長得一樣 是不是都減掉 欸 知不知道我的公三小 長得一樣 是不是都減掉 這是我高一的一個基本想法 然後A1減掉0 這邊就是A1嘛 對不對 然後這裡0減掉它 所以這邊就是減掉什麼 A1乘上R的幾次方 N次方 然後你再把A1把它怎麼樣 提出來 所以它就會變成 E減掉R的幾次方 N次方 對不對 對啊 通常這公式就這樣來的 然後我跟你講喔 當這個R怎麼樣 不等於1的時候 請你注意喔 R不等於1的時候 才可以用這個公式喔 R不等於1的時候 同學你告訴我 1-R是不是0 不是 不是0 你才可以怎麼樣 可以講話 不是0的東西 你才可以放到分母嘛 所以你除不來就變成 E減R分之首相A1乘上E減R的幾次方 分次方 這個就是0.0大米的等比級數的求和公式 我們都記中文 E減公里分之首相乘E減公里的相處次方 這樣可以嗎 這個公式很常用喔 這樣OK 這公式要會推喔 我稍微推一次給你看 休息30秒 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公式要背起來喔 這公式很熟喔 會推然後知道怎麼用 OK 他上面那個重點2就在講這公式 對吧 看到重點2 但是他那個重點2 他在寫成R-1分之首相乘R的N字方-1 沒有關係 反正上下同乘-1就可以了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可以喔 他重點成立就到這邊 然後你再看他那個第三個重點 他說如果三個數乘等比 A B C怎麼樣 三個數乘等比 我寫一下喔 這三個數乘等比 有一個概念叫做等比中向 等比中向 等比中向我要畫起來 B平方會等於AC 那個B稱為等比中向 來 B平方會等於A乘上C 我可不可以問你為什麼 你們這不是用背的 欸為什麼 這很思覺啊 成等比代表後向除以前向 我問你B除以A 一定會等於多大 一定會等於C除以B嘛 對不對 後向除以前向啊 都是一個定值嘛 對吧 啊那個定值就是誰 就是你的公比叫做誰 叫做R嘛 所以你這裡交叉向神 等比平方只有等於AC 對就是這樣 等比講完喔 這樣圖可以 很快的複習一下喔 這等他等比小時候就學過了 OKOK 好 然後我想我再來講一個什麼東西給你聽啊 欸 好 我看看喔 算了 我還是照順序來講 不要跳一跳去 我把那個 我把這邊擦掉好了 你找個空白的位置喔 我要你寫個東西好了 你們這本書應該空白的位置挺多的喔 來你寫一個Key 我這邊跟你提醒一下就可以了 來寫個Key喔 來 我要你畫兩個圖 然後我提醒你一個觀念就OK 這本書他剛好沒有對應的提醒喔 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挺重要的 比如說我現在畫一個 指數函數的圖形 來這個圖形畫出來 叫做Y等於 2的F之方 來 幫你把它畫出來喔 這個叫做0 這個叫做1 這個叫做2 喔 沒有人知道我要講什麼觀念 所以我要問你喔 他0帶進去的時候 他會通過一個0 叫做誰 講話 這個0叫做0 1對不對 來我跟妳講喔 1帶進去的時候 讀沒有畫的0好了 但是沒有關係 來 他會通過這個0 這個0叫做誰 1啊 1啊 x等於1帶進去啊 你會得到一個0 叫做誰 12 那2帶進去的話 你告訴我 你對應上去的那個點 周標叫做誰 叫24對不對 好 你知道我要講什麼東西嗎 同學你有沒有注意到 你仔細看喔 這個指數凡數的圖形 我問你 他的x如果乘等差 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的y會乘什麼 等比啊 這個高一都講過 我跟你講 等差等比 他可以跟指數還有 追溯凡數的圖形做結合 你一定要特別小心這件事情 就像我們剛才講的斜率等於公差一樣 很多學生知道斜率 他也知道公差 但是他不知道這兩個東西 可以combine在一起 這樣你聽到嗎 我現在跟你講喔 等差等比的觀念 他也可以跟指數 還有對數凡數做結合 我現在只是用舉例的方式來講 我沒有時間在很細節的在講 我現在只是跟你提示一下 有這樣子的一個關係在裡面 解題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小心 來周標 你看這個012 這個012 這個數據啊 你把它畫起來 這個東西 它是乘什麼 它是乘等差 寫上去 這個是乘等差 對不對 好 那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只要你注意到就可以 注意到什麼東西 這些點的y坐標 你看s乘等差 你有沒有注意到它的y坐標 來這個是1 這個是2 然後這個是多少 這個是4 所以你有注意到嗎 s坐標乘等差 然後y坐標是乘什麼 是乘等比喔 你要注意喔 等差等比 跟指對數其實是有關係的 這是我們的第一個 來你畫上去喔 學測他很喜歡怎麼樣 他把各種觀念都混在一起 他不會只好單一概念 他會把你學的各種觀念 就全部把它結合在一起 像如果我出一集的話 我跟你講我一定會出這種題目 就是把等差等比的概念 跟指對數的函數 然後再把它包裝起來 讓你完全看不出來 我們在考慮 你聽懂這感覺嗎 然後 來 再畫一個 沒有關係 反正這禮拜我們一定會把等差等比 這些數列級數 全部講完好 而且搞不好還可以講一點排列組而已 因為等差等比就比較簡單 這邊大家都比較爽 他後面那個數學歸納法 我就不想講 因為數學歸納法是證明嘛 學這個不好證明 對不對 我們做人比較現實一點 來 我們現在來畫對數的圖形好不好 來對數的圖形 你跟著我一起畫 這個叫y-log 以二為理 x的對數 我跟你講指數對數都一樣嗎 快點快點 好 然後同學應該知道 對數函數 他這個地方 他會通過一個點 叫做誰 這是1-log 對不對 他這個高度是0 所以這個點叫做誰 10 來這裡 對不起 對不起 寫在這裡 寫的靠近一點 這個點桌標叫做10 1-0 好 這樣可以嗎 然後同學你看喔 如果我這裡帶2 我問你喔 如果帶2 帶進去你會得到誰 2帶進去你會得到誰 1 對不對 所以這個點桌標叫做誰 叫做2-0-1 對不對 然後我跟你講 我現在要帶多少 我現在帶4 好 來你仔細看 如果我帶4的話 你告訴我 這個點桌標叫做誰 叫做4多少 4-2 對不對 好 那現在同學你有沒有注意到 剛才的關係 現在整個反過來啊 剛才是s乘等差 y座標會乘等比對不對 現在整個點倒過來 同學你有沒有注意到 s座標乘什麼 s座標乘等比啊 啊y座標乘什麼 乘等差 你有注意到這些事嗎 好我用舉例的方式來講就好 現在沒有時間再講一些 就是以前這個東西換多時間講 現在只能跟你稍微理一下 來同學 s的部分是乘什麼 等比 對不對 等比 ok 然後它的y座標 你把這個0空起來 來你把這個1空起來 你把這個2空起來 來請你注意喔 y座標乘什麼 乘等差 好 好 這兩個圖麻煩你五鐘上去 提醒同學而已 好好提醒同學 這樣好不好 哎呀 想說一節課可以多講一點東西 但是看起來好像實際的不是很夠 沒關係 我們今天大概就先到這邊好不好 然後明天我們從那個福利的概念開始看 明天我們就可以把重點大概整個都講完 然後就開始狂做考古題 這樣好不好 就開始狂做考古題 那考古題這邊也很少啊 這邊大概就一些題目做一做就差不多了 Thank you 同美謝謝 好今天就先到這邊